《科學生之第二節》 再次講回 我們今天有一個節目的編排有小小的變動 下屋為例 下個禮拜我們會做傳統的方法 第一樣的想問 陳雄先生 為什麼現在我們覺得 那個時間搞得這麼快呢? 時間搞得這麼快 通常都是在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要趕結線的時候就特別搞得時間快 是啊 但是是不是真的快了呢? 這樣說吧 其實我們覺得時間搞得快不快 我就當一下 我不是看日錶的 我就看今天那個日出日落 快點慢了 如果突然間有兩個日出相較得特別近 為什麼這一天特別短呢? 我們如果沒有時鐘 我們很容易就用天象來定義 我們那個一天長短的概念 但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心理上覺得那些事情長短了 跟地球實際上是不是真的轉快了轉慢了呢?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只不過那天可能節目豐富一些 快樂不知時日過 就過得特別短 然後那天不停地做平反支撐的 不停地要上課聽人說話 那時間就特別短了 那個都是一種比較心理上的時間觀念 但是 說回來說 其實我們的地球 的確不是真的不是很乖乖地去保持著每天24個小時的 是會有一些高低起伏 但是總體上的趨勢是轉得越來越慢的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說在恐龍時代 那天說一人只有23個半小時 用今天的標準來說 我們現在基本上就用了一天來分24個小時 然後24個小時就分60分鐘 60分鐘60秒 這樣去計算我們一天的 但是到現在我們真的要計算一秒有多長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可以完全離開了這個日出日落的概念了 我們真的可以找一些很標準的物件 譬如說那些原子的震動 我們以前曾經有一群科學生 很久以前說過就是我們那種計時的原理 很多時候又牽涉到一些的物體 它可以是一堆的分子 或者甚至乎我們看一個原子 甚至乎原子核裡面 它們正在發生的事 來去定義什麼為之一秒 我們於是就可以發明一些方法去弄一些越來越準的宗 我們有辦法去計算到這個 就是很準確地透過原子震動來定義一秒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回到最後回答 究竟我們的一天有沒有長短了呢 是不是真的每天都這麼乖 24個小時這麼sharp的呢 那有人是做這些觀察的 我們現在是 但是最重要在物理學上面的一個疑問就是 我們怎麼量度時間 就是我們有了這個基礎才知道地球轉得快了 那現在我們最新的量度 極準確的時間是用什麼方法呢 我自己如果你說是說給中學生聽 就是在說用原子核 但是如果說原子核裡面具體用哪一種的原子 裡面的那些量子態之間的震盪來定義一秒呢 就可以是很不同的 就是可以是我們有越來越精準的技術去做的 但是你說呢 我們聽得最 比較從這個八九十年代開始聽的 就是說那隻Cecium 叫做色原子核 Cecium有那種原子核 它其實就是用這個原子上面的一個 其中那些量子態的變動 來去定義為之一秒 就是一秒裡面如果出現這麼多個的震幅呢 那就就為之一秒了 其實說的簡單一點來說呢 它只不過是用一個鐘擺的概念而已 就是你自己可以試一下找一條大約二十五厘米的繩 來吊住一塊東西 然後把它放 你發覺它一落一回就大約是一秒的了 只要你那條繩是做得足夠準的話 其實甚至乎在以前說中世紀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用鐘擺來幫我們去做計時的 就是尤其是那些教堂的鐘呢 很多時候是用鐘擺來幫我們去計時的 但是這些機械的鐘擺呢 都會慢慢累積不差的 就是隨月連月都會慢慢累積不差 所以我們就慢慢就開始不去用那些 是很實體上的物質 而是可能是追尋著一些 可能是說在原子世界裡面那種震動 那個好處是什麼呢?就是原子世界的震動 不是隨便你可以干擾到它的 你在那個教堂裡面那個鐘擺 如果是用那種鐘擺來去做計時呢 你找一個比較百厭的人走進去有空 走進去有空 走進去有空就有空就有空就搞去一些 它那個鐘又可以不准的 甚至乎你不小心 你自己弄多一些東西上去 或者上面不小心掉了那些東西 它整個梁箱就會變了 但是如果運用到原子鐘的好處就是 周圍的氣壓、溫度的變化 基本上不會怎麼影響到它那個震動 就是它就是一個很收藏得很好 能夠保存得很好很穩定的一個鐘擺 於是它就是一個幫我們定義時間 一個很好的工具 好 那個問題就是我們要量度那麼準時間 有什麼用呢? 這樣的這裡我們甚至乎可以賴到一會兒 我們可能之後不知道第幾節 我們會講一個題目就是 怎樣用光纖來偷聽人說話 就是這些這樣的題目 你要去到這些用激光量量量這麼精準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就是說 我們先知道 速度、時間、距離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 因為速度就等於這個距離除時間 OK? 你想那個速度量度得準 那你就需要首先量度得準的距離和時間 OK? 用整理原子鐘就是為了量度時間準確 OK? 簡單點說 我如果想知道車超速不超速 它這輛車通過那兩個測量點中間 那個所需的時間去量度得很精準 是不是? 而這個距離我又要先要知道很精準 所以我就會將它的速度搞得很精準 那很多時候為什麼要將這些東西 為什麼要這麼準確的時間 就是我們需要做一個精密的測量 這個精密的測量不只是為了時間 可能是為了距離 可能是為了速度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 我們能夠將這些測量 它究竟在這裡這麼準 可以怎樣能夠更加準確地掌握到它的位置 甚至乎它的速度 我們很多時候也要依賴這些 這麼精確的時間測量幫我們去做 好了 如果說我們量度了這個地球的時間 快點和慢點對我們的環境有沒有實際影響呢? 我們要先講一下地球的例子 其實我們的地球 理論上應該是越轉越慢的 因為我們的地球真的有些東西在阻礙地球轉的 比如大家 我和你 尤其是如果你特意站高一些爬山 登高的人 將你自己的測量 帶來一個離開地心的什麼遠距離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全世界一起走去登高的話 照計是應該令地球轉得慢了 但是當然大家都要回家的 都要下來的 你向地球的核心去走近的時候 又令到地球回轉快點 但是有些什麼會阻礙地球轉呢? 你要知道地球上面有大氣 其實最大的阻力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那個海洋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海洋 不停地朝夕漲退的 那些水是會隨著那個月亮方位 太陽方位在那邊就會走位的 就是等於你要在一些水裡面去動動的時候 那些水是會阻礙你 而地球它被那個海洋被那堆水這樣包著 你要在那堆水中間這樣去轉來轉去 其實那些水是會阻礙地球轉的 於是阻礙地球轉的話 地球會越轉越慢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會說 在烏龍時代一天就應該只有23個半鐘而已 然後就轉慢了 所以一天就有24個鐘 未來就有長一些的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真的很精準地一秒一秒這樣當 我們就會發覺越長的時間往後 可能那一天就會比現在我們的一天 就會長了一點的 就是秒數會多了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我就會說這個趨勢不是一條線這樣直落的 而是中間有一些高低起伏的 而在這個星期有很有趣的新聞 就是有人曾經去量度到 就是說在今年 不知道是不是7月19號 我忘記了 就好像就是說近期量度到最短的一天 這一天是比我們一般認知的 就是平均每天24小時的那個時間 是短了千份一秒的 那我就覺得挺誇張的 雖然是千份一秒的 但是它可以短了千份一秒的 突然這樣轉轉一下 那麽究竟那個地球就是 有什麽 就是爲什麽會這樣 會這樣無端端轉快的呢 那這個就很值得問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就是受著 地球自己本身那個地殼運動 發生什麽時候的影響 很多時候是由那個生態 地理來去決定的 那有人就說 其實呢 隨著我們的全球暖化越來越多 原本在兩極結了冰的那些質量 就比較傾向溶出來 一溶出來 它就會比較容易散去那個尺度那裏 那於是乎那條腰 累積了更加多物質呢 那是會令它轉慢了的 但是譬如說 有時候有些很突如其來的地震 突然間震一震 於是乎地球就好像 就是原本去卡住、撐住的 你震一震的時候 令到它有些板塊之間的能量 放了出來令到它合起來了一些 那於是乎就有少許 就是你好像那個 硬捏著那個橙 你突然將它大力一捏 捏得細一點這樣 那在這一刻來講呢 就有個條件呢 令到它的地球好像 有更加多的質量配上去 就是靠近了在中間的時候呢 那於是乎呢 地球的轉動就有條件會快了 而當然了 這些這樣的地殼的運動 有時候就很大變化的 哪裏突然會拉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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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似乎 什麼時候有些火山爆發的運動 什麼時候會有地震發生 就是它這些地殼板塊在移動一下 其實多多少少影響整個 地殼的質量分布 那如果它整體上是 能令到好像更加多質量 是靠向了這個地球核心的時候 那地球就會輕微地轉快 就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換言之 就是是不是那個地球的質量 以致它的引力 是和這個轉動的速度 成為一個比例的 那麽說 這個轉動呢 基本上就是 它會對於地球上 不同的地方 你會感受到 那個實際的地深吸力會有所不同 照計就是在南北兩極那裡 就等於你站在一個騰騰的中間 你就感覺不到那裡所謂的離心力 而當你在那些香港 甚至乎去到尺度國家 新加坡那些地方 你就等於站到一個騰騰的最邊邊位 那你就會很容易感受到 好像有一個離心力拼你出去的樣子 於是你感受到那種向著 就是那個地深的那個萬有的引力 就相對被削弱了一些 我會說地球的轉動 是和我們感受到的萬有引力 會有一定的關係 也都視乎我們站在地球的那裡 但是最實際 最基本地主宰地球的萬有引力 有多大有多小呢 你就當然要看地球自己本身的質量有多少 和本身它的體積撐有多大 或者換句話說它的密度 都有一個關係 這樣 我們看到資料 原來2015年有位蔡先生 Charles Q. Troy 他已經寫明了 Earth makes wind faster as Glacier 那就是說那個冰塊 那個冰川溶解的時候 對地球的轉動速度是加快了 其實以前已經 如果說加快了 剛才我那個就用了 就調轉了來解 就說會慢了 那你要具體就看它在說哪一個機制 當然就是說它多了一些液態的水 在地球流動的時候 它會更加傾向去匯聚去哪一個位置 這個效應究竟它發揚慢了呢 這個我自己都要仔細地去看看才行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地理的效應 我自己忽略總部講完是重要的呢 這個我自己都要仔細地去看 好啊 那anyway 全球暖化可能對我們那個生活的影響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了 那我們一隻傑聰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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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